這一次的高雄議員的選舉 開盤出來的結果 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深綠的 他沒辦法連任 很多都全部都落選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在以前看起來 大家會覺得滿不可思議的 以前特別如果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只要劃一句說 高雄人站起來 我們雙性高雄 不能說雙性高雄一定要怎麼樣 要回民進黨 這樣就是高雄的教育 他們可能都會講這一種 好像就是意識形態的話 長期以來 這次花媽也有喊 對 他這次也有喊 所以你看到了 歷次的選舉 只要花媽喊出來 高雄人站起來 我們一定要為了什麼 反正他只要喊出這種 意識形態的話 大家票就全投過去了 票全部投 真的 但這一次沒有 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就像你講的 他如果是極度的偏激言論的 這些反而在這次 勝率的議員 對 勝率的 在這次反而不見得是討好的 因為 掛那個扳棒 上面放著韓國瑜跟習近平的 對不對 對 你又選了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民現在 他們也學到了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很愛用這些口號 來嚇唬我們的人民 然後說你不用選票出來 投給民進黨 好像你投給韓國瑜 他就會把高雄就賣掉 把台灣就賣掉了 你用這樣的言論 我覺得人民已經不買單了 你從這次的選舉當中 韓國瑜居然能夠大勝 就已經看得出來說 人民對於說兩岸的關係 他們要的是什麼 他現在先不跟你談政治的議題 現在高雄市民 已經用選票告訴你說 我們要看到說 未來的高雄市長 到底是怎麼樣 讓高雄能夠拚經濟 兩岸之間怎麼樣來和平共處 不是說你永遠抗拒 跟大陸這邊的往來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人民已經用選票 很明確的告訴了 我們現在的執政者 兩岸之間的議題 絕對不是我們的人民 他有辦法去承受的 不要把帽子 扣在人民的頭上 因為像上次 我們不是有談論到 吳寶春的事件 因為他可能對政治不是很懂 他可能講了一些話 馬上就被扣帽子了 我們在講 有沒有可能我們的執政者 你趕快開啟 跟大陸之間的一個對談 你要告訴我們台灣的人民說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然後來面對兩岸之間的關係 而不是說好像把大陸 變成是一個 那個什麼猛獸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抗拒 他把台灣給吃了 對 老實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這次國民黨的 台灣就給他們買了 我覺得這樣的言論 現在年輕的一輩 他也已經覺醒了 他不會去接受的 大家要看得出來是說 真正你要怎麼... 因為現在世界各國 大家都想要去跟大陸做生意 我覺得韓國瑜 他絕對不會去排斥 現在世界各國 甚至大陸也好 只要能夠幫助高雄拼經濟的 我覺得韓國瑜 他都願意全力的來做 所以像這次有談到說 譬如說三城論壇 未來如果有機會 有辦法幫高雄的農漁民 搶更多的訂單 那有什麼關係 一樣我們來談 甚至全世界各國的城市 願意跟高雄來辦這個論壇 只要能夠幫高雄是拼經濟 我覺得韓國瑜都會樂見騎乘